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丹打方面也是联盟数一数二的大师 因此在很多时候 俩人的背身招式也是有所相同 我们来看看俩人面对防守时是怎么试探重心的 这用背部试探的招式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毕竟在这样的背身准备动作下 俩人都能够做出最好的进攻选择 除了后仰跳投外 乔丹的单手抓球也是联盟的一道风景线 我们时常能够看见乔丹用单手抓球无情细耍对手 这么帅气的招式 科比自然也不会放过 玩起单手抓球来也是帅气十足 看看俩人单手抓球的图片 不仅帅气拉满 就连姿势也是近乎一致 熟悉科比的球迷都知道 科比在场上会有个咬球衣的小习惯 这预示着科比将会全力以赴接管比赛了 不过这个小习惯其实乔丹也有 甚至俩人咬球衣时的动作表情都是非常相似的 仿佛下一秒就要把防守者活泼生吞一番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俩人在赢球后的庆祝动作 这蹦起来 挥拳高呼的兴奋呀 简直就像是同款动作包 要不怎么说科比是最像乔丹的球员呢 不仅连技术动作 小习惯都学去了 而且连庆祝动作都完成了神童步 估计乔丹自己也没想到 科比竟然能这么像他吧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